第一位馮檢碧議員發言 是 主席 我提出是立即休會的 那個原因呢 我覺得整個件事的發展過程裡面 起碼我們批這個錢的討論呢 我覺得有三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 政府是有雙重標準 整個過程裡面 我就著石仔嶺自己提了九個問題 在頭一個提這個九個問題 分開幾次會議題的 期間呢 是政府 很多謀論的發展局 或者勞福局呢 都約我們開會談 怎樣處理石仔嶺 還有呢 由初初呢 要清拆 清拆 一千一百個老人家 後來呢 變造呢 有七百幾個呢 可以是園區安置 不要計時 繼續發言 請你 保持縮正 補回5分7秒給我 那呢 那個過程裡面呢 跟我們談了之後呢 更加呢 是接受我們的建議 當然未完全百分之百 就是將七成幾的老人家呢 可以園區安置 三成幾呢 就要搬去外面其他市區的地方 那這個我們還在爭取緊的 那這個很明顯呢 這個過程裡面呢 是進步的 是不是那個老人家跪了 跪你們就真是心軟可以給他們 其他的村民沒有跪到你 所以不行呢 其他的談都沒得談 很多的村民 還有其他團體的要求建議呢 是沒有被你們接受 為什麼是雙重標準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我們在議會裡面提到的 東北區的一個發展的要求 和發展的方向 特別是整個東北那個的 甚至全香港的土地的使用 怎樣發展香港 成為一個香港人的安樂區呢 在這麽多的方面上面呢 是沒有做過一個完整的土地使用的諮詢 包括譬如說 可不可以令到市民提出 我需要些什麼 譬如我需要公屋 我需要居屋 我需要私人樓宇 我需要商場 我需要辦公室 我需要醫院 另外一方面 哪些地方可以用呢 是中土地 市區的軍事用途的地方 做宿舍那些 我們都是譬如一些 政府空置的土地 排完休設之後 我們作出一個結論討論 是不是更加好呢 這次我覺得那個爭論 上個星期五是最高峰的地方 是最激烈的地方 社會的思議得這麽厲害呢 我們覺得非常之欣賞 主席你 曾經是幫我們安排 下個星期見面 跟局長見面 四方坐下談 我們認為這個談 是一個好的開始 開始就是 去處理這個問題 讓有些事情 是大家直接討論 還有有些 是不是一人可以讓 一步半步 而去令到這個問題 可以獲得一個開始呢 我覺得如果今天通過這個議案 是會令到這個見面 是完全被破壞 是變成沒有得談 沒有希望 主席 我希望今天提出這個優惠 是讓一個可以開始發展一個 大家坐下討論這個問題 將矛盾 可以大家面對面處理 所以我認為優惠是需要 以及今天不投票是需要的 好